中大社科學院 成為全球不同背景、不同學派、思想潮流的學者和學生 都是他們首選加入的學父 長遠的看法是希望他能夠做到透過科研和教學做到兩件事 一個就是Enlightenment 一個就是Inspiration 所以我們現在的口號就是 社科學院就是To Enlighten and Inspire 這就是我們兩個主要想做的事 Enlightenment和Inspiration 最終我們想做到甚麼呢 就是提升個人和社會整體的幸福感 至於怎樣做到這件事 主要來說我們希望透過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的幾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就是研究方法嚴謹 第二個就是在理論上和思想上創新者的Innovation 第三件事就是社會科學的特色 社會科學的關懷 我們覺得如果能夠做到這三件事 社會科學的教研就可以達到一個 英文叫做Communicable Knowledge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所說的大學之道 什麼叫做大學呢 其實就是一些能夠對社會有一個關懷 以及一般的民眾會覺得 就是我們產生出來的科研 以及教學的成果 是真的對社會有貢獻 以及他們會明白和掌握得到的 中文大學的社會科學院的特色是哪裏呢 第一,我們的教職員是最多的 我們的學系有八個學系 而這八個學系就包含了一些比較小起社會科學學院出現的學系 譬如我們有建築學院 有新聞傳播學院 我們有經濟學院 地理學院 這些都是一個特色來的 林宇棠先生當年編宇宙空的時候 一對對戀 對戀上寫著 上戀就是雙腳踏中西文化 下戀是一心平宇宙文章 我們覺得中大社會科學院 有這種傳統 在中西文化裏面掌握得很好 而且很能夠做到雙腳踏中西文化 但也有一個放眼世界的空懷 所以很能夠看到下戀中的一心平宇宙文章 這種風化 這就是我們其中的一個很強的特色 或者很好的優勢 至於如何去建立傳統呢 我自己會覺得 在將來社會科學院裏面 我們會希望能夠結合到 我們社會科學院裏面 現在多元多學科 多層次分析的一個傳統 然後解決一些複雜的社會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的世界就越來越複雜了 現象就是越來越複雜了 很多問題要解決的話 都需要一個多學科的貢獻 所以社會科學院 我們的特色就是 我們在一個學院裏面 有八個不同的學系 老師有很不同的專長 而社會科學院一直以來 都嘗試推廣多學科的學習和研究 對於解決一些複雜的問題 就是非常有作用的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很積極想發展的一個項目 就是綜合幾個學科 譬如地理、經濟、新聞傳播、社會學、建築學 然後嘗試去探索一下 將來我們的城市的設計 如何才能達到一個 我們覺得是一個人本的設計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大的項目 我們叫做 Future Humanized Cities 以前我們說到城市設計的時候 很強調 譬如達到的城市裏面 就是在城市裏面 大家的效率會高一點 Efficiency會高一點 再進一步 我們說如何綠化我們的城市 我們希望再走前一步 就是在城市的設計 不單止是令到我們的環境更加優美 我們交通更加方便 大家可以住得舒適 我們也會希望透過城市設計 令到很多很基本的人本的價值 可以得到推廣和保障 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香港剛剛過了回歸沒有多久 我研究一些香港的社會議題 那時候我們主要研究的對象 就是一個大的課題 就是 《九則》之後回歸香港人的身份 會怎樣呢 身份認同會怎樣呢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多關注 香港的政治發展 我們離開的時候 就是 那些數據顯示 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是越來越強的 當我十幾年之後 回到香港的時候 正好就是接中的時候 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 其實已經出現了危機 所以這就是對我來說 第一個很大的衝擊 亦都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就是在現在香港的環境裏面 怎樣去了解不同的族群之間的融合 以及怎樣可以令到不同的族群 在香港生活的時候 都感覺到他們可以互相學習 共同發展 以及可以令到香港一個整體的社會 居住環境、生活環境 就是更加理想 是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 以及教學的一個重要挑戰 入大學的時候 為什麼選擇讀心理學 其實都是一個頗迂迴的個性 因為我最先就是 其實不打算做一個心理學的專業 反而就是我頗喜歡寫作 所以我打算將來 如果能夠成為一個作家 寫小說就很好了 我請教一些文學界的前輩和老師 他就說 如果我要寫一本好的小說 你一定要了解人的心理 不如由心理學開始 他們介紹了幾本心理學的經典著作 Sigmund Freud 後來Ditch Norence寫小說 亦都用心理分析的角度去寫 我便覺得真的頗有趣 心理學和文學的關係有頗密切 於是乎 如果將來成為一個好的作家 應該是多了解人的心理 於是便離開去讀心理學 中國、香港、亞洲的心理學和歐美的心理學 有甚麼不同呢 我認為是西方的心理學 他們很受哲學的影響 所以他們的研究 很多時候都圍繞著一些大的哲學問題 譬如他們會問 究竟甚麼是人性 人性的本質是怎樣 人的意識是甚麼 為甚麼我們的行為 是有些意識的思想影響 究竟一個人的身體和心靈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所以西方的心理學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分析性的心理學 很受哲學的影響 嘗試解決很多哲學上的基本問題 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們會主張用一個科學的方法 去回答哲學的問題 亞洲的心理學 包括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心理學 它的特色很不同 他們會覺得心理學 就是要解決當前我們社會上的心理問題 所以在香港來說 最多學生想讀的心理學 可能是教育心理學 臨床心理學 管理心理學 就不是嘗試回答最基本的哲學問題 究竟甚麼是人性 究竟人和機械有甚麼不同 人和其他動物的心理有甚麼不同 他們就不是這麼關注這些哲學性的問題 他們會關注的是怎樣利用到心理學的原理 提升他個人的成功機會 是一個比較實用或務實的取向 跟西方的哲學取向很不同